小布球比賽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的是 巧布球全場比賽的隊形 先介紹一種基本的隊形 讓大家有了解 原則上巧布球在比賽的時候 我們的隊形原則上是三、一、三 就是三個、一個、三個 這樣子的隊形 那這些隊形當中咧 他們都有特定的號碼 方便讓小朋友認識自己 應該跑到哪個地方 我們先規範單獨的一種方式 所以在這麼一種比賽 什麼樣的隊形都可以 我們先規範為一種 讓小朋友知道怎麼去跑 好 首先先介紹他們的號碼 一號舉手 一號舉手 好,首先 一號是 攻擊手 右邊的攻擊手 二號舉手 也是右邊的攻擊手 他們兩個是主攻手 最會攻擊的右手的人 三號舉手 三號是側攻手 他是左撇子的 四號舉手 也都是左撇子的 當然 如果沒有左撇子的時候 一樣用右手來攻擊 也是可以的 再來 五號舉手 他是屬於前排的防守員 一邊前排的防守員 六號舉手 也是 他是另外一邊主要手前排的防守員 好 那七號舉手 七號是屬於中間 在傳接球的 這個人員 好 所以每個人都有固定的號碼 有不同的位置 好 那整個在比賽當中 原則上 一三五 是在一邊 二四六 也是在另外一邊 中間是七號 這樣子 來瞭解 可能就比較容易認識 好 那舉個例子 像我們平時 如果說這個時候 是另外一隊發球的時候 好 到中間來 他們就是一種隊形 叫做預備隊形 好不好 到這裡 好 如果說是女生發球的話 他們 跑的隊形 先在這邊做等待 做等待 那 如果說 對方 發球出去了 從這裡開始發球出去了 他們就要看著怎麼 打一招 會有意思 好 所以如果說 立團 他們已經要走 還到這裡 就對了 所有的隊員 往對邊 立動一兩步 不停 因為有可能 還要再回船過去 好 所以我們只有 立動一兩步 要正走 好 從那邊發球到這邊 就做離運船 好 來開關 來開關 如果是往這一邊 他們三個 就往中間這邊 來跑 準備 有一點偏旁邊 但是 他不會一直 一定要到我旁邊去喔 那中間的七號的人員 他就要跑到 最旁邊的位置 因為那位置最遠 最難跑 所有的人 跑的位置是最近的距離 最近的距離 來七號你要跑過來 在這裡 五號 五號要跑過來 這個是一喘的時候 一喘的時候 好 退回去 爬到這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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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對不對 等一下爬到這邊 好 一喘 七號 由於距離 最近 那一定要爬到最旁邊 五號 他就是要爬到另外一個位置 做準備 因為這裡只有一船 還有兩船的氣位 所以他不一定會動向哪一邊 你們還不能夠專門跑一邊 那一號對三號 他只是往前跑 往前跑而已 還沒有到 你要跑的位置 等一下 如果他這邊的人 交叉 因為這裡一船了 對不對 他交叉過去那邊的時候 一號 因為你們距離最近 你要跑到最旁邊來往上 然後 請看示範 好 不要抓 好 對了 那三號的人 就要往中間移動 在中間 來 準備 所以他這裡是幾環 兩船對不對 還有一次三船的機會 那如果再三船 就是那邊就是後面 前面用三船 可以清好 好 三船 過去 這個時候 人家就會射 因為巧克力走 三船是禮區的 好 是禮區的 後面呢 而且對準前面 要對準 好 而且你前面要贏大力 所以一號退後 五號退後 對 大概要三個位置 好 大概三個位置 那 三號就要入則 主於大後台 就是他旁邊大後台 每個人的區域 都是固定在那個區域 這樣子的話就會比較好 好 這個是屬於攻擊的位置 好 怎麼都沒有在那間等待呢 因為球 有可能會從另外一邊來 好 那就不一定 好 假設 第二個動作 人家從那邊傳球傳過來了 零傳 但是他零傳的時候 從這邊零傳 我們就會 好 這個時候 就有一點不一樣 所以 他一甩就甩到這邊 一樣 七號 他是離最近的距離 所以 七號在那邊 他就跑到最旁邊去 最旁邊 裡面 好 跑到這裡面去 那 我怕他們坐在那邊 因為你怕 他離比較遠 好 這樣是一場 一場 如果 我這裡交上過去的時候 誰 你這裡最近 幾號 三號 三號 所以如果 就要往三號 就是最快 三號跑到這裡 兩條手 三號跑到這裡 兩條手 好 其他一樣 這邊都會來 好 好 兩傳過來 就位 好 這個時候 一號 就要回到腹肩 大落牌來準備 好 大落牌來準備 你要可能 說是田間球 就在那邊 好 人家如果收球 打在那邊 你要環境界的 好 這裡是幾傳 兩傳 再一次三傳 就會 好 這是連結上 好的對型 好 好 這是連結上 現在外邊 外邊 是不一樣的 外邊不一樣 對型也不太一樣 好 假設從這裡發球 過去 領傳 到這邊打的時候 你們往前一兩步 一兩步 一兩步 準備而已 好 還是要做贏的 好 然後之後 傳過來 怎麼會發行的 一傳 就位 一傳的時候 一樣三個前排 就鎖前排 後排 由於四號最近 所以七號一定要 爬到那一邊 七號跑的方向 跟我們四反方向來 另外就是 三個六號 以三分的過去 好 站的位置 好 那如果我這邊一傳 雖然會出變兩傳 誰要跑過來 蛤 女生請到 其中 二號 她最近 有沒有 現在是半邊進行 她轉到生產 最近 好 好 來 這裡幾傳 兩傳 零傳 一傳兩傳 對不對 兩傳 還有一次三個的機會 四號就要到中間來 四號到中間來 好 再一次 翻船 回去 四號 對 四號 大概再過來一點點 對 有點偏中間 好 大概是真的 好 這個是 從另外一傳過來 四號 四號 對 對 四號 四號 一傳 一傳 這邊 一傳 跑到這邊 來 七號 沒有那麼旁邊吧 跑到這邊來的時候 一樣 七號最近 他要跑到最旁邊的反方向 六號 六號的話 跟著 三號邊 這裡是一傳 我如果傳過去變兩傳的時候 四號最近 對不對 四號最近過來 對不對 四號最近 好 來過去 兩傳 大家要往中間移動 往中間移動 好 好 那再一次三傳 一樣 要跑過去 好 所以這樣的隊形 這一種是最短的距離 而且那個防守比較嚴密 防守比較嚴密 通常大部分 這種隊形 就很厲害 我們比賽 主要以這種隊形為主 好 來 男生上開 最後 手發了一種另外一邊 但是現在我們演練 第二個階段 球發了 不能會回場 你跑的位置 就會不太一樣 那女生要仔細看 球發過來 過去 好 好 這邊是靈環 這邊是靈環 那我自己的 肚子掌握 好 手過去了 往前看 對 好 好 轉過來 一轉 一轉 為什麼要做假動作呢 就讓對方 多浪了一點點力 所以為什麼要練習都很好 因為你就是要爬來板子 爬來板子 要看球的對勢 所以打下木球 頭腦不聰明 那是沒辦法的 所以通常打的都很聰明 因為他動頭腦打哪裡沒有人 把人調布一下 調布離開 一喘對不對 一喘 好 我如果交班過去 幾號要跑到這邊來 幾號 球在著那一邊的 的中間的人 所以是4號 對不對 球在哪一邊那個人 好 過去 兩船 好 穿船 這樣兩邊兩邊 好來上開 好來 接下來 這樣 會有一些變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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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跟著跑 好 走到這邊刮手 滑到這邊 一喘 對不對 好 好 一喘對不對 一喘 一喘 一喘可以喔 快 現在喘到這邊就來 你喘 三 幾船 兩船 兩船對不對 你要趴進來 準備另外兩船 有可能就要射了 4號 好 站上去 幾船 三船就會射 了不了解 好 好 從這邊一樣 花手 好 花手 好 好 一船 好 那過去的時候 你們三個就要手前排嗎 氣要過去嘛 對不對 五塊五過去 好 好 兩船 兩船 對 好 再來 過來 三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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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就是要看著球來移動 好 看著球來移動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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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船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